謝謝主席 麻煩國防部長、高部長 還有國安局我們的州副局長 還有林永樂外交部長 以上請備詢 部長副局長辛苦 今天報告箱多 但本席在這邊想要就一件事情 先來詢問一下 根據外交部跟國安局的報告 現在在南海 中國把礁填土變成島 放了射程200公里300公里的飛彈 也準備放戰鬥機 也有軍陸戰隊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全世界尤其美國的智庫 都預告了下一個動作可能是做什麼 我看到外交部的報告有稍微提到這個東西 下一個動作就國防部 那個局勢在那個裡 你覺得中國下一個動作會做什麼動作 委員報告 林剛講的那些東西他在西沙 並不是在南沙 好西沙那邊 他做這動作他準備要來南海畫一個ADIZ嗎 那是媒體的一個報道 可是現在還並沒有這樣做 那如果他們畫了防空 他們的所謂的ADIZ防空識別區這個東西 國防部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畫了那個防空識別區 其實我們國家也有防空識別區 你們對中國在南海畫ADIZ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他畫了東海的防空識別區 就很多國家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在問我們國家的態度 中國在那邊畫色各國都有態度 我們中華民國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在東海和平 我們就覺得要維持區域和平的話 這個是 所以我們就不講話 不是不講話 是不需要 講小心有禮貌的話 不是 不希望增加區域的 不穩定或增加區域的一些 那個維安的因素 我們國家是不贊同的 就是不希望 我讓你想一下 我待會再多一點資訊給你 林永樂部長 這個外交部長 美國的國防部的副部長 或者我們講這個副國務卿 Robert Wark 在3月30號 就最近而已 這兩天而已 他在美國的智庫發表什麼話 你知道吧 你們有沒有掌握這東西 針對中國即將在南海 畫色ADIZ 你們有沒有掌握這個東西 我沒有這個印象 你沒有這個印象 我沒有看到 我不曉得請北美是來 你在報告南海事務 然後我們最重要的朋友 美國 針對馬英九最重要的朋友 中國 在ADIZ有發表講話 你們沒有掌握 報告委員 美國政府對中國在南海 畫色ADIZ的立場 一向是表達 沒有一向 這次針對南海要怎麼說的 他 確切的話 我們並沒有這個 記憶 但是我知道 他曾經在這個 我告訴你 這個活動上 表示 美國的國防副國務卿 Robert Wark 在3月30號 主動提到 美國已經告知中國 不會承認中國在南海 畫色的ADIZ 也在重申 他還在多說一次 不會承認 東海2013年 畫色的那一個 防空識別區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主動提到南海這個事情 因為美國情報單位認為 你部署了飛彈 你部署了戰鬥機 你部署了很多東西 下一個動作 他就準備 把他畫這個 防空識別區 而美國 從東海 他認為這個 私自畫色的東西 他是不承認的 全世界 只有中國 現在幾乎只有中國 要求我們飛到 ADIZ 要通報 要識別 目前是這樣子 所以 你們這個狀況 完全沒有掌握到 抱怨我們有掌握 我說Robert Wark 講這個話 他為什麼講這個話 因為 美國對 南海部分的 這個ADIZ 一向是 持這樣的立場 OK 我回到國防部長 高部長 還有我們國安局副局長 國安局的 報告裡面顯示 南海周邊國家 強化軍事部署 對我太平島防護 海上運捕 形成威脅 當你們的評估 應該國安局的評估 是包含了中國 對不對 副局長沒有錯嘛 那包含中國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國安部跟國安局 如果中國 把太平島吃下來 他現在有沒有能力 把太平島打下來 中國現在 我們現在了解到 他其實在南海的一個 他自己的一個政策 也是和平 共處啊 我 那個是我們希望 維持一個和平 但國防跟國安的準備 應該是從最壞的地方 做準備嘛 那當然 我們所以 你不是和平大使 你是國防部長 所以我現在問你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 中共在那邊的部署 目前有沒有能力 把太平島拿下來 要多久 他現在在南海的兵力 並不是很大 他有沒有能力把我們拿下來 他在周邊的部署 如果以我們現在在南沙的兵力 我們有一定的能力 在防衛 可以防衛多久 看他來多少兵力 所以你們能掌握他周邊 他周邊 他如果要拿下來 因為我們現在在南海的政策 差不多就是跟中國 黏在一起 後面老大哥就是中國 所以越南 菲律賓 他竟然氣得牙癢 他也沒辦法 可是萬一 中國用一個小規模的行動 不管是要對新政府 或者對台灣做一些警告的時候 我現在要問的是 太平島的防務可以撐多久 報委員 太平島現在 它有它基本的一個防衛能力 我們一直很密切地注意這些事情 因為你們是戴選海巡署的官員 任何的進犯都有一些爭後的 他不是突然的能夠 當然啦 當年柯衛特被伊拉克吃下來的時候 他也以為不會啊 這個我們都可以先前的很多爭後 我們是可以掌握住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假設這東西 不是說 我們因為太平島一個孤島懸在那裡 我們運捕的線非常長 所以能撐多久 代表我們的能力嘛 所以 國安局 那個副局長 在你們的報告書的第三頁 你們把周邊的威脅都分析完了 國安局見不見意那邊恢復 海軍陸戰隊駐軍 我想目前政府的政策是和平使用 各自爭議 然後共同開發 海軍陸戰隊駐軍會影響和平嗎 我們不是影響和平 而會造成區域的緊張 跟不安的一個現象 所以馬總統帶著軍艦到那邊去登島 他也是會增加區域的緊張 我現在問的是我們國家領土的防衛 有沒有必要嗎 我想這個必要性在 因為周邊的國家大概都是海軍陸戰隊駐軍 我們現在是代訓海巡署的官兵在那個地方 所以以國安局單純站在國家安全的評估上 你認為那邊恢復駐軍有沒有幫助 我想以我們目前對太平島所使用的政策而言 我們現在用海巡署的兵力在那邊駐防 足以執行我們維持和平跟緊急救援的各班的任務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你這個還是沒有答案 那國安局對中國即將在南海 劃設防空識別區ADIZ 有沒有掌握這個情資 我們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不管是他在 那你們的判斷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他在南沙七島礁的動作 以及在永興島近期部署的這個機動 這個紅旗9的這個飛彈的這個狀況來看 他僅是在做戰場的經營 他還沒有這個能力來達成做宣佈ADIZ的這個狀況 他宣佈ADIZ他其實不用付出什麼成本 你該講他戰場的經營 他光宣佈如果他沒有能力掌握 他宣佈的意義是零 他宣佈他要掌握所有空 他在東海已經宣佈過了 也做了一些試探嘛 所以你判斷他會不會宣佈 我相信這要看情勢的演變 就目前來看他不會宣佈 所以你們的判斷跟美國不一樣 我們沒有不一樣 我們還在持續判斷當中 美國的國防部認為他們會宣佈 所以他們提早預作動作 預作動作告訴中國 你這樣宣佈我不承認 那你建不建議我們國家 不管是透過入委會或者外交部 提早預作動作說我們對這個也不承認 我想我們就風險管控的立場而言 如果這件事情我們現在還看不出來 它發生的可能性 我們不應該預設立場 所以你們跟美國沒有在這方面交換情報 我們有跟各個合作有方 副學長當年2013年的11月應該我印象是23號 中國宣佈東海防控室別區的時候 你們事前有掌握嗎 我們有各項的情資 事前有沒有掌握 我們有掌握各項情資 有掌握 所以事前我們政府也沒有做任何的預先動作 我想政府應該也有做各項的預防措施 我給各位看一個表 這個表比較小 這個表是當年11月23號 中國宣佈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的時候 美國聲明不予承認 還動作上是派出B-52轟炸機飛進去 我就不理你我也不通報你 日本不予承認 派F-15J飛進去 我告訴你我不予承認 韓國對其主張不予承認 而且派飛機沿著他們那個島飛一遍 菲律賓對其主張不承認 而且拒絕承認這個識別區 澳洲除了口頭表示不承認 而且認為這加劇那個地方的緊張以外 澳洲還把中國駐澳洲大使叫過來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那時候就說 我們相有主權 我們一切都不變 而且透過管道發表嚴正立場 連反對都沒有喔 我們台灣那時候對東海識別區 軟成這個樣子 而東海識別區影響最大是台灣耶 我們的演訓場就在那個地方啊 可是全世界各國態度做出來 動作做出來 我們的情報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做的動作也跟人家不一樣 軟的跟麻糬一樣 嚴正聲明的 連嚴正反對警告都沒有 各位政府的官員 這樣做 難道其他各國都無視於和平嗎 我們台灣對這個區域的維護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回到國防部長 南海中國要畫飛行情報區 他的ADIZ 他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 美國會做一些預先動作 你畫了之後我也不承認 我不承認還會做一些動作 當時的東海發生了 我們做的動作就這樣子而已 影響那麼大 南海他們要做的話 你做一個國防部長 守江戶土是你的責任啊 是的 所以對中國如果在南海畫設ADIZ 今天你站在這邊 你國防部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當然會對這些表達我們的一些 你承不承認嗎 你接不接受 其實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時候 我就講過很多國家有不同的看法 也有一些反對 我現在在問我們國家的看法 我們影響最大 我們已經嚴正地表達我們的立場了 你是怕得罪中國還是怕得罪馬英九 我不怕責罪任何人 所以我就要問你嘛 對不對 當年馬總統在接見的時候 還把艾亞跟ADIZ搞混了 我跟委員報告 起碼我們在我們國家的防空識別區 我們現在是管得好 主席抱歉我再接一分鐘就好了 我請問高部長 中國在南海畫設ADIZ 你承認還不承認 接受還不接受 我們不會做任何的改變 我們對我們的任務 還是照我們的方法來做 美國的副國防部長都出來說 不承認不接受 而且提早告知中國 你在這邊 他是 你連一個不承認不接受 都不敢講 不是這樣講 是說我們認為他這個不宜 而且現在是大家的 預測的方法 你能不能在這邊就說你不接受嗎 你接不接受嗎 防空識別區本來就是 你知道我們防空識別區 我們不接受也不給你通報 那是我的事情 可只有中國它是要求你要 飛進來要通報要讓我識別啊 所以我現在問你國防部的態度 因為常常到那邊去是你的弟兄啊 他本來就是不宜啦 我跟委員講 他防空識別區在那邊 是本來就不是一個很 很適宜的一件事情 時間到了齁 你接不接受你說不出來 我本人當然 因為他要有 你是國防部長啊 拜託你啊 拜託你